Bulle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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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讓他們想自己決定 有什麼頁面的人去用 所以如果你 打算用一本 新的寶拉來做Bullet Journal 其實你需要注意的是 你是否可以 花時間 定期去檢討 什麼頁面是適合你 你可能需要每一個月 或者一段時間 停一停 想想你真的需要用什麼頁面 然後再去做一些每個月的 設置 去幫你訂立一些頁面 去寫手帳 如果你覺得想這些事情很麻煩 我只想有一本 現成的手帳就可以了 我怎樣寫都無所謂 可能傳統的手帳會比較適合你 又或者另一個考慮的原因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 接受到你自己畫的手帳 對比起這些傳統的手帳 這些傳統的手帳 是已經排好版 印刷好 它的線條一定是直一點 漂亮一點 如果你喜歡它的排版 其實可能會更加適合你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已經在用某些手帳 而且覺得很適合你的話 你不需要一定要用 Bullet Journal 但如果你覺得暫時在市面上 找不到一本手帳是適合你 或者你有時會有些新的想法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Bullet Journal的問題 或者其他手帳 文具 生活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盡量去解答大家 或者你可以追蹤我的IG 和聊聊天 我都很想認識你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